今年春节到南投 不但可以欣赏各地美景风情 还能赏花灯游沙雕 蒙电视台知名气象主播王淑莉 今天就到南投沙雕现场 取经播报气象 县长林明珍也到场入境 介绍沙雕景点及农特产品 透过现场直播 希望创造春节观光潮 带动地方商机 知名的东山气象主播王淑莉 为了制作熟立气象 趴趴过现场节目 清晨6点多便到南投市 猫楼西班的沙雕园居 进行拍摄取景活动 气温虽然冷裂不已 但拍摄现场忙得乐哄哄 为了把握行销南投机会 幸福佩可邀请相关业者 介绍南投一面 麦丸等小吃 还有梅子、咖啡、茶叶、兰花 凤梨酥及巧克力等 连结应景农特产品 希望透过电视转播 促进春节消费 县长林明珍表示 这是东升气象主播 特别来南投县来 报导南投县的农特产品 及介绍特殊景点 像沙雕五花节等配合宣导 在过年的情绪 感谢东升主播 特地选择到南投来做报导 今天东升气象报告 熟利 主播特地到南投县来 报导南投县的农特产 还有我们的一些透视的 像沙雕文化节配合来做宣导 这是非常有意思 同时广播的宣传效力 比一般我们在做宣传更具有效果 所以我们在过年的前夕 我们非常感谢熟利主播 特地选择南投县来报导 我们县长特等茶 还有我们南投县所生产的 胡托兰还有文勋兰 还有胡维兰等等的 我们这个花是南投县产量最多的 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宣导我们的花 另外国姓咖啡 也是全国产量最多的 参加比赛都得到冠军的 隔线咖啡 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行销 我们隔线咖啡 在埔里有巧克力 那么18度C巧克力 也是我们南投县的一个 非常有价值 让大家平常好吃的巧克力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行销 我们南投县的龙头产 还有美食 这样来带动我们南投县的一些观光 美食 让大家来平常 来这边游玩 有看的 有欣赏的 有吃的 过年来南投县 是让你 可以让你非常满意的回去 和王树立一起路径的县长李明珍 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游文 度过难得的春节假期 李县长表示 树立主播到南投报旗上 介绍南投的浓特产品 不但是最好的行销 他也建议大家 春节期间 可以参加集集的南投灯会 白天有景点 晚上逛灯会 春节到南投 一定很好玩 明天就оля 今天就好了 块钱 一定好 那马上 我都会购心 就是 manual